B站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刘建青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犯罪心理学课堂 我们共同来探讨犯罪人的内心世界 有人说,有三个犹太人 深刻而持久地改变了 20世纪以来的人类生活 政治经济学家卡尔玛克斯说 一切都是资本 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说 一切都是相对的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 一切都是性 那么违法犯罪行为 也是性欲产生的结果 弗洛伊德在20世纪最伟大的 100名心理学家中 他排名第三 他创立了三大经典流派之一 精神分析学派 还有人说 在今后的300年战争 谁想学习心理学 而不知道弗洛伊德和他的理论的话 他就不能自诩为学过心理学 可见他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他有着深邃的目光 他的观点广泛的体现在当代精神医学 哲学文学艺术当中 那么弗洛伊德到底看到了什么 我们普通人没有看到的真实世界呢 一切都是性 难道违法犯罪的原动力是性本人 2020年的3月 韩国破关了邪恶的恩浩凡事件 所谓恩浩凡表面的意思就是多个房间 说白了就是多个色情聊天室 这一惊天大案 这一惊天大案猛烈地击穿了人们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在2018到2020年的期间 犯罪人通过社交平台 Telegram建立了多个秘密聊天室 在这里 他们把一些女性作为性如意的对象展示 并算传了色情的视频和照片 这是一个极端恶劣的案件 色情聊天室的创立者 是24岁的男性A某 他平常忠厚老实的样子 一点不像坏人 他自己供述 在2018年是出于好奇 开设了秘密的聊天室 当时就上传了性剥削的色情图片 他知道这是干坏事 但自认为技术高明 是绝对不会被抓住的 还和后来的运营者有了对话 之后就离开了聊天室 在2020年的时候 他还是被抓住了 案件的主犯是一个25岁的赵某某 信息通信专业毕业 曾经在学报编辑部工作 他先后运营了38个博士房 38个为什么要这么多 主要是为了逃避打击 不停的变化聊天号 而参与犯罪的人有13个 其中还有未成年人 最小的只有12岁 作案翻射实际上是很老套的 就是威别利诱 犯罪人以服装模特作为诱儿 或者冒称警察威逼 还有的是利用公正人物的隐私 进行胁迫 他们先对受害的女性拍摄裸照 再用这些照片来威胁受害人 对受害者施施性侵犯 还将犯罪过程拍摄下来 发布到收费的聊天室 女性被害人很多 韩国警方掌握明确线索的就有74人 其中16个未成年人 最小的受害者仅仅只有11岁 被害人身上都写出姓儒的字样 稍有不胜存做错色情动作 立刻就会受到恐吓威胁 而色情聊天室的参与者很多 有26万之多 他们在聊天室里面 花钱观看色情的视频 色情照片 他们实际上是犯罪者的帮手 他们的参与大大助长了 邪恶的犯罪行为 面对这个邪恶的犯罪现象 我们不仅要问 这是为什么 他们的犯罪动机是什么 成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一犯罪行为 确实是有一些盈利性的动机 有几十万人民币的收入 还有一些虚拟的后币 但这不是唯一的犯罪动机 也不是主要的动机 性动机却非常明显 如果弗洛伊德还在 他会怎么看这个事件呢 弗洛伊德在自己临床经验的基础上 以潜意识和性本能为研究对象 创立了系统的本能学说 以此来解释所有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模式 在他的本能理论当中 最为突出的是性本能的观点 后来又发展出了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 生的本能是以古希腊的传说 爱神爱罗斯来命名 以性本能为代表 代表着积极向上的力量 爱人啊利他 但他也可能成为嫉妒和淫欲的源泉 死亡本能呢 以古希腊死亡之生 萨纳托斯来命名 代表着攻击啊 征服和毁灭的力量 也可能表现为对内的心理疾病 在恩浩凡事件中 实际到的性本能犯罪动力 有三个方面 第一 直接的性犯罪动力 其中有啊 强奸猥亵的性侵害 这是性本能表达的直接体现 第二 变态的性犯罪 恩浩凡事件中 有典型的性虐待 和疯狂的猥亵行为 还有对儿童青少年的 恋童癖样的行为 这是性本能的变态体现 第三 的动力呢 表现在控制的欲望和仇恨 这是性本能的转换体验 表现为犯罪人 对女性的征服行为 这往往是行为人 在她的性情生活 受到打击之后 引发对女性的仇恨 另外呢 和性本能相关的犯罪动力 还表现在 以色相引诱作为犯罪对象 这是性本能在犯罪手段上的体现 这在女性犯罪当中是很常见的 那么在职务犯罪当中 有没有性的力量呢 有 比如说在最近曝光的一个高层权力人 赖某某 有一百多套房子 有一百多个关系人 还有一百多个情人 这些情人都被她安置在一个小区里面 这个小区里面基本上都是她的情人 还有孩子 这个很诡异吧 很奇葩 我们可以看出 在每一个贪官的背后 我们似乎都能看到一个或者多个情人的影子 甚至是在这些权力人的默许和正能之下 这些情人直接走到了犯罪的前线 性本能最后的一个表现就是变态的暴力犯罪 这是性本能和攻击本能的结合 就在攻击行为当中体会到性兴奋的快感 在性行为当中伴随着攻击的兴奋感 这种人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色情杀人狂 它明显的表现出性情被压抑之后 本能宣泄的特征 更进一步来说 这种性本能和攻击本能的作用 在多数情况下 是体现在一个人人格内部的冲突 精神分析认为 人的内心的自我要面对着三个暴君 一个一个都很厉害 一个叫本我 就是原始的我 它执行的是及时快乐的原则 比如说现在我要吃东西 一个小孩 我现在就要吃 等不了的 第二个暴君叫操我 道德化的我 你就是必须做好事 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他执行的是道德原则 第三个暴君就是社会现实 所以弗洛伊德把人的内心结构分为 本我 自我 和超我 比如说 一个换语人 既要当婊子 又要列征绩牌法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本我和自我 都在对自我进行挣扎 当婊子是本我的体现 而要列征绩牌法 是要有名誉 是超我的一种作用 面对着三个暴君 自我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 就任何一方过于强势 都有可能会出问题 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向 对内的就是什么了 就是心理障碍 精神疾病 当然也可能同时表现为对外 比如说表现为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 我们想一想 犯罪者真实的内心事件里面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的发生 130多年前 英国留下了一串悬案 开团手捷克杀害妓女案 在1888年的时候 几个月的时间里 有一个坏大 非常血腥的杀害了五名妓女 在当时的一起案件当中 请了一名外科医生来进行尸检 他发现犯罪人的手法非常血腥残酷 而且刀法非常精准 很冷静 他认为是一个有外科知识 或者和动物打交道人作案的 有人说这是早期的心理画像 犯罪人在发罪现场的墙上 用被害人的血写下了一条留言 说看在上帝的份上 赶快抓住我吧 因为我已经不能控制我自己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这说明了 他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斗争 理性上要跟随道德的方向 要做好人 而非理性上要恢复成本能的欲望的趋势 在两者的冲突当中 理性和非理性 最真的力量谁能胜出啊 在实际情况当中 并不一定是理性获胜的 比如说在爱情故事当中 人是不是更愿意天成感觉情绪的召唤啊 在仇恨的犯罪当中 往往也不是理性做主 而是情绪情感做主 还有我们国家有个例子 2004年的时候 在广东的河岩发生了一起 系列奸杀女童的案件 警方向社会发出了协查公告 征集线索 在案件侦查的过程当中啊 有一个叫朱成干的人 通过电话或者手机短信 向办案警察多次打听案件的进展 到底怎么样了 是什么情况了 并且提供了一些没有公开的案件细节 最后他自己还举报说 我知道犯罪嫌疑人是叫做黄万平 警察依据这个线索 在工厂的排查的时候 发现确实有一个叫黄万平的人 但是此人啊 几天之前就走了 这好像是一个捉迷藏的一个游戏 在这个犯罪人 奸杀第五名女童的时候被抓获了 原来举报人朱成干 就是黄万平 在他的所谓花仙娃杀人日记当中 记下了自己的犯罪计划 和所有的作案经过 同时他又伴随着本我和超我的冲突 比如说他用自己杀害的两个女童的名字 作为自己假身份证的名字 并冒险到停尸房 向他杀害的女童尸体忏悔 而且忽眼忽现的自己举报自己 这种现象就是精神分析所说的神秘的犯罪情结 什么叫情结了 就心理上打了个结 既想这样又不想这样 两种力量都很强大 纠结在一起 如果某个人在童年早期遭受了严正的心理创伤 比如说虐待了忽视了或者亲情丧失 比如说上面这个例子当真 就是朱长刚自己在年幼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小的妹妹被他的父母转胜给他人了 当时留下了很大的创伤 后来他自己犯罪说 我要让别的这个哥哥去体会一下 他自己失去自己心爱妹妹的那种体验 就引发了这么一种强烈的心理创伤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会早早地埋下仇恨的种子 这种现象和他自己上层的心理良心之间 存在着冲突 两种力量都很强大 这种邪恶的种子 往往是在青春期始会萌发为具体的邪恶行为 在这里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 精神分析在来解释人的犯罪行为的时候 两个核心的理念 第一 本能对犯罪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本能力量很强大 第二 个体内心的人格冲突会引发犯罪情节 而犯罪情节往往在青春期的时候 就会萌发具体的邪恶行为 这个是不是弗洛伊德的自说自化自言其说了 不是的 作为临床医生 他虽然面对的是心理疾病 但也激视了越轨行为的一些原因和机制 他认为心理疾病和反社会行为的动力是同源的 都是医疹力量来源 消极而强大的本能力量 也包括性本能和根基本 如果针对自己的就是心理疾病 而对外的就是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 还有些人这两者同时具有 既有心理疾病又有犯罪行为 精神分析的理论后来发展有新的方向 比如说有自卑学说 集体无意识学说 还有质量关系的这一类理论 他们对于当代社会现象和犯罪行为的深度解释 同样是富有影响力的 当然我们说以本能来解释 所有的犯罪现象时 存在着一些不足或者明显的缺陷 精神分析明显的缺陷是 他的犯信任和身无决定论倾向 而对文化影响力量的忽视 有些犯罪行为和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 一切都是性的观点 把一切犯罪行为和性都联系起来 缺乏充足的证据 似乎也难以让人信服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对犯罪行为的解释 有一种深度心理学的这种倾向 但同时又具有这种神秘主义 有类似玄学的特点 也就是说他还需要一种严谨的科学证据 现在认为这种证据的方向是什么了 就是神经科学的证据 被认为是它的方向 但是精神分析在特定犯罪的解释和犯罪侦查当中 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作用 比如在我们即将学习到的犯罪心理画像技术当中 它有比较特定的生态效度 也就很有效对于征破某些案件 弗洛伊德认为一切都是性 犯罪行为也是性的表达 我们并不一定要认同精神分析的所有观点 但它确实扩展了我们对内心世界的认识 就是说还存在着一种我们未知的世界 比如说本能潜意识 他们的力量而且还很强大 在深度的探索犯罪人的内心世界时 似乎也不能忽视这种观点的存在 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我们所有的人要清醒地意识到 我们是社会性动物 首先我们是高级的动物 知道地球上的生命出现在38亿年之前 而人类的出现只是在10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 如果把38亿年比作一天24小时的话 比如说浓缩一下就变成一天的话 10万年只是2.27秒 有个比喻 就是说晚上23点40分的时候 普鲁动物出现了 林长卫动物出现在23点55分 而人出现在什么时候 就新人类是说现在23点59分58秒 很短暂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说在生命历程中 漫长的演化而带来的本能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是很重要的 几千万年形成的行为模式 就是我们说说的本能 不学而会的叫本能 它不会轻易地改变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具有适应性 实者生存嘛 我们不能忽视人的自然天性 有性本能 有竞争本能 也有攻击本能 自然法则的力量非常强大 我们现代人的行为模式当中 普遍存在着生存竞争本能 也有异性吸引的 这偶本能的轨迹 他们深刻地塑造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样式 我们是不是发现我们的行为当中有很多这种本能 人行为的这种影子 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我们有人类独特的 积极方向的人性 我们有灵觉 就一般来说 生物有生觉 动物有动觉 我们人呢 有灵觉 就是我们说有灵性 我们有自我意识 我们有高级的情感 我们有人类文明的社会性 它就需要理性和道德的方向指引 我们的行为绝不能是纯粹的动物行为 人类文明的基石之一就是道德法则 没有了道德法则 犯性认就会大情其道 就会催生个体行为的堕落或者心理疾病 正如韩国的恩浩凡事件一样 这是很危险的 对于人类来说 光有本能和高级的智慧 而没有了道德的制约 必将导致人类物诊的毁灭 这就是我们今天探索的主题 本能的犯罪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